被称为阳光之洲的美国佛州 最近海岸上布满了一层又一层红棕色的海藻 不仅破坏美丽的沙滩景观 还有一件事让人难以忍受 这些海藻被称为马尾藻 是从西非洲的北大西洋海岸一路繁殖 向西延伸到加勒比海 每年在5月到7月时会固定出现在佛州 不过今年繁殖力太强 延伸距离超过8000公里 还提早两个月入侵佛州海岸 既然是无毒又怎么会发出恶臭呢 原来当马尾藻被冲上海岸时 就会开始死亡 腐败后会散发出有毒的硫化氫 对一般人的呼吸系统造成严重伤害 甚至大量吸收氧气 让海中珊瑚礁窒息死亡 从2011年起 佛州就开始记录马尾藻上岸的情况 当地居民还把它称为红潮 根据估计今年的红潮数量 已经超过600万公顿 等到夏天旗盛时 旗将会成长两倍以上 佛州即将迎来夏季旅游人潮 没想到马尾藻却在同一时间报道 面对这个自然现象 当地政府除了加强清理之外 实在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东森新闻黄盛博陈长辉报道